今天又跟大家来开箱一款菲尼瑞斯的万元表 智能彩屏万元表 真有效值 自动识别 胶子溜电压 型号是DMT-99 我们先来打开包装 首先可以看到有一个说明书 这围我们一般是不看的 这是万元表的主机 这里有个挂钩可以挂着使用 下面有一副万元表笔和一个充电线 那说明这个万元表是支持充电功能 我们把万元表笔拿出来安装上去 进行一个简单的试用 黑色表笔插进控不控 红色表笔多半是插在这个测电压 测电阻测电容的这个孔里 我也很少用万元表去测电流 所以说这两个孔的一般是用不到 送的表笔的是特间表笔 我们开机 长按开机 里面可以对这个语言进行选择 像我们英语不行的 我们当然选择中文 现在就已经开机了 选择out 那么应该是全自动量程 这是封闭档 速度还马马虎虎 旁边配有模拟条 我们来测一下交流电压 通电 测量速度还是可以 交流电压231.9V 选择也比较稳定 我们再来测一下直流电压 找了一个锂电池 3.65V 速度也是很快 我们找了一块电动板 切换到2G管档 测量一下2G管 它的2G管档和通断档是在一起的 这样非常好 我们在测量2G管短路的时候 就可以听到封闭声 速度也很快 0.516V的压降 0.608V的压降 0.609V的压降 速度还是比较快 我们再切换到电阻档位来测一下看 这里有一个10K的电阻 实测10K 这边有一个2003 就是200K的电阻 实测100 实测200K 还非常准 这个也是200K 这个也是200K 速度很快 测量也很准确 我们再切换到电容档 进行电容的测量 我找了三个电容 一个10违法的电容 实测10.32违法 电容档的速度稍微有点慢 但是所有的望远表的电容档 都是比较慢的 再测一下这个4.7违法的电容 实测4.581违法 最后测的这个电容 这是我今天修设备换下来的电容 这个电容是用电桥测试 有损耗的 我们用这个望远表测量一下 看它的容值有没有偏差 标称容值是50伏4.7违法 实测这个容量有了5.6违法的样子 那说明这个地质有问题的电容 那说明这个地质有问题的电容 它的容量也会有偏差 有的是增大 有的是减小 从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几个功能之外呢 按下键还可以切换到温度测量 频率测量 非接触性电压探测 灵火线的区分 按左边的按键是对电流进行测量 毫安以及安的缺换 上面按键是一个数据保持 以上就是这颗望远表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